为什么西方始终无法阻止我国崛起 正是我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三次天佑中华的大事 让我国奇迹般的从绝境中突围 直接改变了我国命运迅速崛起 让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打压彻底失败 那么究竟是哪三次历史性转折事件 竟能主宰国家命运呢 点个一圈三连 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 第一次天佑中华的大事 便是抗美援朝的胜利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此前因为饱受炮火的摧残 导致国家穷困潦倒满目疮痍 及时建设一个富强国家 让普通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摆在党中央面前 而西方还专门报道沉睡雄师苏醒 意图提醒其他人要抑制我国的发展 而将他们将目标放在了邻居朝鲜身上 美国恬不支持干涉朝鲜内战 逼得我国必须出兵 否则便会唇亡齿寒 最终英勇的志愿军打赢了 在这场在西方人眼里 不可能胜利的战争 在很多人印象里 抗美援朝只是一场正义之战 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政治意义 首先抗美援朝胜利 对国际社会起到了敲山震虎作用 一方面挫败了美国蠢蠢欲动之心 另一方面给心怀不轨的国家 起到了警示作用 通过这一场战役 中国向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完全可以守护国家主权 号称世界最强的美国英师 一样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其次抗美援朝的胜利 促进了东北地区重工业发展 有了更稳定的社会环境 人们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种环境下的经济发展 才可以突飞猛进 与此同时 抗美援朝战役结束后 美方被志愿军威力震撼 在国际社会上不再为难中国 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 为中国争得了相当长的建设时期 我国正式抓住了机会 开始在国内大力发展工农业 不仅转世间内改变了国家面貌 还为后期改革开放 打下了坚实基础 除了抗美援朝战役之外 第二次添有中国的大事 便是宝岛危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 美苏冷战加剧 我国因一直秉持 五项外交原则 拒绝加入苏联阵营 苏方认为我国逐渐强弹后 不愿再服从于他 恼羞成怒的苏方 不仅撤销了所有对华帮助 还开始大肆侵犯我国边疆 日渐紧张的局势 两国在珍宝岛的自卫战役 一触即发 面对解放军不屈不挠的态度 苏联竟违反国际公约 放话要朝中国投放原子弹 面对胁迫 毛主席一边安排国民备战 一边把重要工业搬至神山 为应对苏联毛主席提出换家战略 如果苏联赶投 我们就去苏联开垦安家 国际关系往往错综复杂 面对局势紧张的中苏关系 美国害怕苏联损伤自己利益 不仅公开发言声讨苏联 还动用国际舆论压迫苏联 停止使用核武器 苏联解体后 美国顺利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本来关系僵硬的中美 恰巧因宝岛危机稍有缓和 中国也算是因祸得福 避免了美国的记仇挑衅 除了前两次天佑中华事件的转折之外 让我国经济发展畅通 还有一次转折点的推波助澜 2001年9月11日 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 这场震惊世界的袭击 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通过此次恐怖袭击后 美国国民经济损失惨重 正是因为这场意外 美国直接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 他们开始把目光从东亚转移至中东地区 一直处于美国高压管控下的中国 突然迎来了转机 党中央立马抓住时机 趁美国分身乏术之时 赶快发展国家经济 以上这三件天佑中华大势 西方国家始终无法阻止我国崛起 让中国已经从鸡贫鸡肉的国家 转变为如今富强民主的国家 中国再也不是列强眼中的东亚病夫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